救護車趕到現場 員警早已不抵達 但屋內男子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明顯死亡 附近鄰居沒發現異常 但死者被發現身上有多處瘀傷 甚至出血 疑問才知道在這之前 他跟酒友兩人曾打過一架 而嫌犯是他 55歲的謝姓男子 事件發生在台南安南區 在3號晚上8點多 他的朋友謝姓男子來住處 找他喝酒聊天 兩人一路喝到凌晨時 突然起了口角還互殴 沒多久對方在客廳昏睡 當時謝姓男子還幫他蓋被子 沒想到早上8點多 再看到人時已經全身僵硬死亡 有民眾倒臥在屋內客廳 且頭部有多處瘀傷及出血狀況 已無生命真相 員警立即封鎖現場 並將謝姓屋主帶回厘清案情 由於死者身上頭部有多處的 癒傷跟出血 是不是因為毆打致死 還要進一步相驗釐清 不過謝姓男子 因為有打傷死者 警方依照傷害致死 將他移送偵辦 TVBS新聞顧手昌台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